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何丽莎 我是依莎 那今天呢来给大家 来讲一个鬼故事 这个鬼故事呢可能是 这对小孩来讲是一个特别鬼的鬼故事 就是来告诉你一个绝招 如何能够彻底的毁掉一个小孩的圣诞节 小孩子嘛 他们都相信有这个圣诞老人 就我很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情况 因为明明就没有圣诞老人 其实你知道圣诞老 Santa Claus它是一个 我又开始讲一个奇怪故事 我天我给你讲这个人呢 他就是有个问题啊 他就是吃米线的时候 他会给你讲米线的由来 吃饺子的时候 他会给你讲饺子的由来 你今天要讲那个圣诞老人的由来 是不是 哦不不不 OK他叫做Nikolas 就是Santa Claus 原本他叫Sant Nicholas 所以说就是真的只有这个人 哦是啊 这样就好了 不然我又要被快转 好对 但是呢很多小孩子好像就很难接触这个事情 就说没有圣诞老人这个事情 让他们觉得很难接受 小孩子都很喜欢得到惊喜 尤其是爸爸妈妈送的惊喜 然后装在袜子里面 就会告诉他说这个是圣诞老人送的 小朋友就会觉得自己有一个神秘的朋友 到了每一年的这一天就会给他送一点礼物 但是现在呢 就是怎么要毁掉这样一个圣诞老人 这样一个神秘的朋友 在小孩心目中的一个地位 就是把圣诞老人的兴趣向给变一下 没错 How to ruin Christmas 现在有个最新的 Let's make Santa gay 把圣诞老公公变成同性恋吧 哦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会有人 想出这个招来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看看说 到底怎么把圣诞老人变成同性恋 啊这俩是一个人吗 不是不是不是 他就这样 这鬼啊 对啊 如果说家里突然出现一个人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是直接拿 拿RF pin 对拿枪直接把他打死 好 好 好 你看 像这种死变态 然后 对就是有个人会莫名其妙跑到你家里 拿你照片这样看 对然后在那边 对真的就是建议你直接一枪就崩了他 对 怎么不上床上去睡觉啊 好恶心哦 好恶心哦 肚子超大的 就是每一年他都過來跟 約會一次 那個牛郎之女那種 就是每年到了這個時候會有個人莫名其妙出現在人家要偷看你睡覺 他怎麼把帽子摘了 他是不是還蠻瘦的 所以他意思是他今天不再幹活了因為他只派了別人去送禮物 對 oh wait what oh oh ok ah ah oh 我的眼睛啊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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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已經那麼先進了50年了 對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upstain 找吃什麼嗎 ok 看完了這個感覺如何 就我剛才還在想說我晚上要吃什麼 哈哈哈哈 現在就不用吃了吧 就減肥吧 歡迎各位去看一下這個東西 我沒想到這個東西會把我噁心成這個樣子 不會嗎 你覺得還ok嗎 我覺得這個噁心力度蠻大的 如果要是10分的話我大概可以給他評個8.5 那你覺得剛剛那個東西在賣什麼東西 剛剛那個是廣告 等一下它不是公益廣告嗎 它不是公益廣告 是個廣告 那個什麼吧 是不是那個deliberate的那種公司 對 它就是挪威的post office 我看完那個東西之後真的就是 你有沒有聽過那首歌就是 he knows when you're sleeping he knows when you're awake he sees you when you're sleeping he knows when you're awake 哈哈哈哈哈哈 我現在想到那一段歌詞在講什麼 就是毛骨悚然 就是一個變態的老人 就是他頂著你看 就是他知道你什麼時候睡覺 他也知道你什麼時候醒來 我覺得盯著別人睡覺 這件事情就是一個 挺讓我接受不了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會讓一個人很害怕的事情 我是從來沒有體驗過 誰盯著我 就我一醒的時候 我就發現有個人盯著我 我爸也沒有 我媽也沒有 沒有我住室 那各位看到這個廣告之後 有什麼感覺呢 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世界上 為什麼什麼都要跟gay扯上關係 為什麼什麼東西都要是同性戀 你們之前什麼超人變同性戀 變普加變同性戀 美國隊長變同性戀 蜘蛛人變同性戀 為什麼什麼東西都要變成同性戀 然後有這個必要嗎 我們有必要要把所有東西 都跟同性戀扯上關係嗎 你覺得呢 當然沒有必要了 就為什麼要把同性戀這個東西 那麼主流化 那你覺得他們要宣揚這個他們目的 就是讓大家覺得很習慣嗎 就是從那個思想方面 就讓你覺得說 跟誰都在一起 愛最大 麻痹你最起碼有的 這樣一個基本的認知 就不是說男人非得跟女人在一起 你跟誰在一起都是正常的 那我認為討論這東西是很必要的 因為我覺得你說的非常不對 因為這個東西就跟所有信仰衝突一樣 嗯 就是很多人會說就是 宗教會是歷史上最可怕的事情 所有的戰爭 所有的恐怖攻擊 都是因為宗教發生的 那這個你說話你聽過嗎 有 對啊 那這個是假的 因為基督教沒有發動過任何的戰爭 是宗教的掌權者發動戰爭的 就是東征十字軍啊什麼東西 耶穌是要我們愛我們的敵人的 耶穌是要我們為我們的敵人祷告的 耶穌沒有叫我們要去發動戰爭 人會為了宗教而吵架 因為這個世界上一定會有一個標準存在 不只是性向性取向 而且所有的人事物都一定會有公認的標準 就是包括道德也是一樣 有些事情你做的話就會好棒棒 有些事情你做的話就會變得很糟糕 有些行為是好的 有些行為是壞的 有些言論是好的 有些言論是壞的 那這個標準對於性愛 不要講性愛 性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很多基督徒的人不願意討論這個東西 但是事實就是 性愛在我們的人生的這個生活裡面 佔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如果說左派想要整個翻轉 我們對於善惡的這個觀點的話 翻轉我們對於性的道德基礎價值觀 就是絕對必要翻轉的東西 這個就是為什麼超人會變gay 蝙蝠俠會變gay 美國隊長會變gay 然後現在陪伴我們每一個人 最長然後最久的 就是最有親和力的聖誕老人 也要變成gay 也必須要變成gay 在他們的眼裡 那傳統自由派的觀點就是會說 你要去做你就去做 對不對 你要搞什麼就去搞 你要幹嘛就幹嘛 就是離我遠一點就好 我們只要互相不干擾就好了 我們在這個頻道裡面一直強調 就是我們合一的唯一方法就是 互不干擾對不對 Larry Elder那個時候 那個選舉的時候 我們也是這樣講 這個可能是最好的想法 例如說我還有Larry Elder 還有Dennis Prager 這些什麼傳統自由派的人 希望這個社會是這個樣子運行的 但是我們很快就發現 就是社會並不是這個樣子運行的 每一個人都想要把自己的想法 強加在別人上面 那我們原本對於性的認知是 就是性是有目的性的 然後還有性是一個私人的 而且是一個不太捷徑的一個行為 唯一存在的目的 就是為了要繁衍下一代 這就導致了就是 我們不會把性這個東西公開給別人看 我們不會輕易的跟別人分享 你不會隨便把你的下體 或者是什麼東西 就是給別人看 因為如果說我們活在一個 認為性是一個有目的性的世界的話 那麼性跟性行為就會朝那個方向前進 做那些事情做愛是有目的的 那當然性這個東西呢 就會延伸出很多其他特殊的東西 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壞的 有些什麼什麼知識啊 然後什麼商品啊 這樣子各式各樣稀奇古怪的東西 我們在市面上看到的 那這些東西會被接受 這些東西會被容忍 但是這些東西不會拿來被慶祝 不會拿來被炫耀 簡單來說就是這些東西 不會被拿來做成是性的結果 這些東西會是私人的癖好 不會被公開拿來宣揚 在這個樣子的世界裡面呢 家庭會被稱頌 婚姻會被尊重 生小孩會被慶祝 而我們的社會幾千年以來 自從有這個文化之後 各個文化不只是西方文化 或是東方文化 幾乎是只要脫離了這個原始文化的文化 都是這個樣子運行的 就是性是有一個目的的 然後性是為了要反擊下一代的 那自從1960年之後呢 性就變成了一個 不是為了催促反演下一代的行為 人類的文明對於自己也沒有一個解釋 人的生活變得就是沒有 比活著Being Alive還要更高的一個價值 我們活著沒有一個目的心 變成活著就是為了要享樂 想要開心 想要活出最真實的自己 最近那個白鱗就是穿了一個 活著最真實的自己嘛 對不對 就變成大家都只希望 朝那個樣子生活而已 就是我要開心我要爽而已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那就包括了性愛 沒有任何目的性的享樂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崭新的價值觀 在推崇這樣子的價值觀的時候 就會被慶祝就會被推廣 然後被崇拜 不好意思喔這個 要你一個還沒結婚的一個大姑娘 在這邊討論 誰當的 誰當的 你說說我 我就是個臉皮可薄的人了 我要不是因為你不跟你做節目 我一輩子都不會講這種話題 你說說你可真有意思 你這節目播 你說我還能搞得這樣嗎 我們現在好像在嘲笑 就是這個聖誕老公公 哎唷哎唷 哈哈哈哈 這個樣子而已 但是各位要知道的就是 這個就是現在世界的標準 也就是說 我們有一天每一個人 都要做這個決定 我們要對著這個樣子的時空 然後對著這個樣子的文化低頭 然後讓無神論世俗的觀點 控制著你所有的文化 控制你的價值觀 還是你要站起來說 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有些行為是不乾淨的 有些東西你是不能說的 有些東西學校是沒有資格教育的 我們要用我們知道 有用的道德觀還有價值觀 來過我們的人生 對那其實我們看到說 這些東西對我們生活 有沒有產生影響 其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而且是在慢慢慢慢改變的 現在真的是像這種道德觀的 價值觀的東西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我在稍微這個年輕一點的時候 我還很瞧不起 就是老一輩的這種價值觀 我就說太保守了吧 到底保守個什麼東西啊 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行 這個也不好那個也不好 你問他到底哪裡不好 因為我是你媽 對啊然後然後 然後慢慢慢慢的 你會看到同性戀的這些東西啊 然後在學校裡面 你會發現身邊的人啊 你叫一個女生出來 他又會帶一個女生 他告訴說這個是我的女朋友啊 你也會跟這些人在一起吃飯的 也會幹嘛的 那你慢慢慢慢你就會覺得說 哦這個就是正常的 有些人就是不一樣的 這是他們的選擇 對 但其實是這個 他們在某些方面妥協了 他們在順從自己的那個私欲 或者怎麼樣的 這些方面啊 所以這些好像對現在的孩子來講 就說這沒什麼啊 就留學生啊 來到美國啊 那他們就說哦 來美國 因為你知道來中國和來美國 這個很多東西的觀點是非常不一樣的 你會發現美國的女生很開放 在很多方面 比如說在穿衣打扮方面 然後在那種夜生活或者等等等等 他們是非常非常開放的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看到說哦 好像一堆朋友聚在一起抽大麻呀 上大學的時候 那你說從中國來的孩子就想說哦 這就是美國的文化呀 我為了融入美國的文化 我為了融入我這個朋友圈 大麻怎麼了 我看他們都說啊 他們也都說沒有上演呢 他們也都說還蠻正常的 挺好玩的 那為什麼我不去試一試 就是他們就會覺得說 哦這些東西 雖然我不了解 但是都是可以被嘗試的 因為是對我沒有害的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說 這些東西都可以試試 那這些東西的推手呢 像這種什麼變Gate的超人啊 變Gate的蝙蝦 還有變Gate的這個 這個聖誕老人 他們就是在宣揚 這樣一種什麼用下半身思考的 這樣一種的東西 或者怎麼樣 對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是一個新潮 這個是一個心靈 然後這個才是進步 這個才是 表示你很前衛 然後以前的價值觀 以前的這些保守派 一個男的跟一個女的結婚 生小孩有家庭 這東西都是很老舊的一個東西 而且就覺得太無聊了 你看現在對象好找嗎 你如果要是把同性的區域打開了之後 你的擇偶圈可以一下就多了很多啊 怎麼怎麼樣 怎麼怎麼樣呢 嗯 就是會有各種各樣 你意想不到的理由和藉口 去來支撐這些很荒謬的事情 很多人在這個時候說 就會說 你們基督徒啊 太保守了 太老舊了 真不知道你們怎麼回事啊 把這一本好幾年 那個好幾千年的書 就在裡面說說 哎呀同性戀就是不行的 你們是基督教你們是反人權的 人家跟誰搞對象搞對象 跟你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其實我們很多時候知道聖經裡面說的話 真的是太真實了 因為神就是明明的告訴我們 如果祂跟我們講的話 我們不去遵守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大家不要講說什麼 我們是反對這個同性戀或是什麼之類 基本上就是堅定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他們要改變的就是這個文化 然後他們要改變這個文化最好的方法 就是讓你有一個維護傳統價值觀 還有家庭最好的方法 就是翻轉這個東西 就是告訴你說 其實性愛是拿來享樂的 其實性愛沒有目的 其實性愛是一個 你只要你喜歡你去做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是讓你開心的 性愛 生小孩這個東西不是重要的東西 這個在你的人生當中 你隨時要都可以 但是性愛你是可以天天去吃 然後去跟不同樣的人去試試看的 那這個樣子的想法是我們真正反對的 不是說我們反對同性戀這些東西 是我們反對 就算是男女也是一樣 我們要的東西就是尊重家庭 任何東西摧毀家庭的 都是不應該的 所以神告訴我們非常實在 像尤大叔的一章七節 神在這裡告訴我們說 又如所多馬和摩拉和周圍誠意的人 也照他們一味的行淫 隨從逆性的情欲 就受永火的刑罰 做為見解 如果你要是做這樣的東西 你就會要受永火的刑罰 所以這個是絕對不能開玩笑的 很多人不相信聖經裡面說的話 對吧 所以他們就說無所謂 他只是找一個藉口 告訴你說不讓你做你喜歡的事情 應該都沒太大所謂 但是其實真的聖經裡面 已經明明白白的跟我們講了 會要變成怎麼樣 所以說再說一次就是 不是說我們針對同性年 然後這個廣告怎樣怎樣怎樣 這廣告的確是一個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 哎呀 他們真的是在恭喜我們這種東西 而且他們是以聖誕老人的這個角色出來 就表示說他們的目標就是你的小孩子 那這是一個挪威的廣告 然後是一個郵局的廣告 就是因為聖誕老公公 不用再送貨了 所以說呢 他今天就去跟這個人去 畫一個玩笑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at they do But 他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讓你的小孩覺得說 這一切是OK的 性愛是沒有任何目的 也沒有任何界限 對 所以說我們要 割止的其實是這個樣子的事情 不是說我們要反對同性年還是怎麼樣 我們要反對的是這個樣子的思考 還有這樣一個思緒模式 不要因為這個樣子去討厭同性年會怎麼樣 犯監營的極度也是有一堆 所以說我們自己每一個人都要小心 然後不要掉入左派的陷阱 因為性是一個非常容易墮落的一個捆綁 世界裡面其他幾個也都不知道說什麼 殺人我幹嘛殺人 對你就會覺得說那些東西離我們都很遠 說什麼不可殺人 我一輩子不會殺人 如果不可偷到我有錢我不會偷東西 我不會犯錢 跟我有什麼關係 但是往往很多時候這是一個試探 就是在你的生活當中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需要小心的 很有可能殺人的幾率會很低 偷東西的幾率會很低 但是這個發生的幾率相比起來應該是蠻高的 所以這個不光是說給每個人的一個警戒 也是要告訴我們一定要抓緊時間 給小孩子鋪墊好心理的這一些東西 就是告訴他們 為什麼要用這樣的價值觀去看 為什麼這些不能做 這個都是家人很有必要要負起來的責任吧 好那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我是霍莉莎 我是Edan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